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特區政府今天刊登憲報 宣布要將劉夢雄 從特區的受訓及家長名單當中剔除 意味著 劉夢雄將會被褫奪 在2010年的時候 獲頒發的童子經聲張 對於這件事 夢雄有甚麼回應 似乎他真的非常大方 他就說 明可明 非常明 荷蘭水蓋於我如浮雲 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 公道志在人心 夢雄真厲害 首先他引述了《道德經》的其中兩句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無明 天地之此 有明 萬物之無 這個明可明 非常明 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第一個明和第三個明 分別都是名詞 即是解作 明清或是名字 第二個明 就是動詞 明明 明可明 非常明 意思是 即是如果那些名稱名字 是可以由人的意欲來去命名的話 他就不是一個恆久的名字 套用在夢雄這個案件當中 即是說 雖然特區政府當年 頒授了這個童子經聲張的虛行 使得他的名字以後 就不是就劉夢雄先生 還要加上一個童號宿舍 BBS 以示 尊貴 如今 被褫奪 其實 就只是告訴你 看得很開 因為明可明 非常明 不是恆久的 至於 夢翁提到 好在歷史由人民寫 我就不太認同 歷史 其實由頭到尾 都是由勝利者來編寫的 在一段短時間去頭 可能人民就可以編寫一步屬於民間的歷史 但是去到長期來說 都是相信和依據的官收歷史為主 可能處身於 21世紀資訊科技年代 有些不同也不一定 但是大家看到 在這個教育制度當中 屢次的歷史教科書 就是遭到政權來散改 甚至乎有些政權 可以將目前仍在進行的事幹 起因和過程 都可以進行散改 所以我對於歷史由人民編寫這句說話 是有些保留 好了 夢翁除了說這句說話以外 他還回應了一些傳媒的查問 他就說 對特區政府褫奪他的分涵 絕對不感到可惜 因為林鄭就是羽民為敵 八成的市民都反對他 衰到貼地 林鄭褫奪他的分章 就證明 我是沒有跟林鄭同流客戶 他還說到 自己在十年前 獲頒授童子經聲章的時候 他都懶得出席 這個頒授儀式 因為他就覺得 以他對於國家和社會的貢獻 僅僅是頒授童子經聲章給他 就是對他的一種侮辱 起碼也要頒授這個金子經聲章 GBS 至於在這十幾年以來 那個聲章 一直放在櫃桶那裡 他都沒有鬥過 他就說 得到人民的認同 是更加之重要的 目前就已經命令了他的外傭 把這個勳章包好了 而且就通知了這個禮賓署 在今天 下午五點之前 就派人去收回他 所以真厲害 果然就是活得瀟灑 而且他還認為 是其是非其非 才是最高的榮譽 等同於我們這個節目的 降令一樣 就是要是其是非其非 對於一些對的東西 我們就要去贊同他 要去表揚他 對於一些不對的東西 我們就要直斥其非 告訴他他錯在哪裡 而且是應該要怎樣來改善 這個就是事其是 非其非的精神 所以夢翁就算你失落了這個荷蘭水蓋 不要緊 最重要你的評論要夠公穩 繼續在媒體和網絡發聲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至於這些升不升張的東西 只是虛名 正如夢翁的老友 財子陶傑 在Facebook那裡幫他申冤 說獲得這些國際銜頭 蒙湧了很多 包括 菲律賓蘇陸 王國親王 黃劍拿督 已經夠加勢堂了 已經 是不是 哈哈 這些什麼 童子經聲張 啊 BBS 走一邊 根本上就是 蚊腿和牛腿 所以我都相信 劉親王 對於 這件童子經聲張的虛涵 根本上 從頭到尾都是不屑一顧 算是什麼 好 接著我們又說一下林鄭 原來根據他回應立法會的資料顯示 他去年總共加了12萬人工 這些是不是很離譜 以你林鄭去年那種表現還可以每個月加一皮 有沒有搞錯 目前 行政長官的薪酬 已經每年去到521萬元 有沒有搞錯 這個林鄭到底值不值這個價錢 原來 林鄭就已經貴為 全球年薪第二高的領導人 第一位是哪位呢 他就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他的年薪是1255萬 我覺得實至名歸 他將新加坡管理得井井有條 而且他身為開國元首李光耀的兒子 拿回這個薪酬也不為過 但是林鄭憑什麼每年都可以521萬 而且不是說只有你這個年薪 原來每年還有一份叫做 非實報實銷籌作津貼 說的是982,000元 林鄭到底吃什麼 或者邀請什麼賓客去吃到982,000元 每一年 當然有些孤寒種不是全部拿去吃的 非實報實銷的橫店 不拿就白不拿 所以 全部是拿了他 完全是落自己的袋子 因為說明是非實報實銷 意思是不用單據 他去申請就可以落自己的袋子 如果把這件事加起來 他的年薪來計算 每年 521萬的年薪 再加982,000元的籌作津貼 每年是610萬 除了12個月 每個月是超過50萬 這個行政長官值不值每個月50萬 很離譜 這些人應該由行政長官帶領所有的問責官員和行會成員減薪 你搞了什麼在香港 加薪還有非實報實銷籌作津貼 你吃什麼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林鄭會辭職 包括你自己去路透社那裏放風 又說有錄音 你哪裏捨得 作為一個行政長官一定會亂賺權位 原來有這麼大的錢 做多一個月一打補又多50萬 怎會捨得離開 愚蠢 吃到肚滿腸肥 那些民資民膏 是不是呀 整個肚子都是 現在 還說要辭職 死亂都累得到尾 50萬一個月 完全去到窮車極恥的水平 因為你對不起這份工資 你是不值那麼多錢 你看看那些長者生活津貼 每個月是說多少錢 2675元 每一天的籌作津貼都是2690元 你自己除了這個數字 982,000元 除了365元 就是2690元 每一天 你每天的籌作津貼 只是吃東西 你就已經多了 那些長者每個月的津貼 一個月 這些公不公道 這些是不是貧富懸殊 行政長官自己也有份造成 夠膽你就把籌作津貼都捐出去 你夠不夠膽 你是不會捐的 浪費了 大喇喇 98萬日日被人 問候娘親 問候全家 你怎會捨得還把這些錢捐出來 唯一的價值 在這個位置 就是那些錢 你還有什麼剩餘價值可言 除了他之外 原來在非公務員的職位當中 還開設了社交媒體主任的職務 到底他是負責什麼 原來就是玩政府官員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他的預算薪酬開支 每年就是53萬 每個月薪酬是超過44000元 特地請一個人回來 就是管理林鄭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有沒有搞錯 請了這些人 整色整髓 如果你真的有心廣立民意的話 活該搞那麼多事 那些市民去到Facebook 那裡無非都是給你一個生氣 或者去留言 發洩一下 你完全都不會看那些留言 那你根本上搞這些東西就是寫本續末 只是看你後來搞個所謂社區對話 什麼和你談 就知道你根本上是沒有看Facebook的留言 如果有 那你用不著再去租一個場地 特地再去搞這些社區對話 市民對你的心聲 一早就寫在Facebook和Instagram的留言 那裡 你有沒有認真看過 這個社交媒體主任 夠不夠膽把那些留言印出來給你看 那當然是不夠膽 那些市民什麼都寫得出 你是懂得叫那些市民要勒緊褲頭 叫那些地產商業主 就是要共渡時間 那你什麼時候勒緊褲頭呢 這些職務完全是無聊的 炒掉了 找新聞官去做 一跳樣兼任都可以 玩Facebook和Instagram都要收錢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